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香蕉娱乐Chinese吧 我是车车车慧轩 我是黄黄李黄毅 现在前面有一份 你们需要点减的个人资料 请两位更好的点啊 个人计 这个星星怎么 下巴特长又凉过你 下巴特长又凉过你 高中的时候有凉过 5.5 真的假的 6人就凉过 我们上课无聊嘛 5.5就蛮长的 上个也 上 1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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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怎样 现在幽是怎么写 有行游怎么写 哈哈哈哈 我不是忧郁的有 是哪个U 是幽灵的U 我这个把我的脸画得好长 哈哈 哇哦 来 新鸣 车慧轩 天蝎座 天蝎座 祭仇 出生地 辽宁本西市 那你那是赵本山 他是我邻居 他在铁岭 大城市铁岭 莲花香 池水沟子 赵本山 我们本山大叔 一个春晚的灵魂人 带来了很多欢声笑语 那是一个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对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我等一下好好去查一下 你可以去改装一下喝的东北花 学校 北京林业大学 认职务算吗 北京常见的一些树种 都可以的 那你的学生这方面是什么 PS CD Skychub 然后那个Vicas 有软件掌握小能手 所以这位艺术博文 辛苦了 所以你之前 如果是最后期的发会是三百 发际线会上 发际线会上 发际线真的会上一 我之前发际线真的很短 熬夜会粗头 我们班级里面很多人 都是开始互相推荐 什么生发 生发洗发水 你今年生日我送你生发水 我会涂在我的发际线的位置 长出来 我知道了 你等我 这是我会贴膜 那我们香蕉东西的膜 可以付费吗 因为香蕉人还挺多的 所以我可以吃鸡捞一笔 我会贴下一笔 河豚啵啵啵 就是河豚被别人 碰到的话她不会 哈哈哈 四颗半星星 做一下 这些 自己开心就好了 那你直接写五颗就好了 但是做人要谦虚一点 扣个半星我还是能接受的 谦虚点满少 哈哈哈哈 就拿一点点钱去 那怎么不再多花半颗心就满足了呢 就是人生就是要有一点点遗憾 就比如说我下巴就是要少个0.5厘米完结就完美 他只有0.5厘米这样扣半心 对对对对 下巴多了0.5厘米就扣半心 对于王伯说享受版的黄伯 很好耶黄伯 黄伯老师人很好啊 我就是认证 他大概是夸我人好吧 哈哈哈哈 身材化而酷 为什么第二颗星还是酷的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很搞笑 因为我当时写图星的时候 然后就是图到第二颗星的时候就没水了 又可爱 又可爱 完了我的身材就只立一颗星了 哈哈 救命 拜托求求你 求求你 难道 哈哈哈 我这个星星真的是很难图 很罪莫安 哈哈哈 不不不 哎 我的身材被整就回来了 然后我以为就是老天爷不让我图身材 就只让我身材一颗星 啊 我会抱我的狗狗 充电宝 我会抱他睡觉 嗯 要充电宝 对我的狗叫充电宝 所以他会晚上 要充电宝 因为他晚上会给我充电 然后就是我晚上 白天很累很累很累 然后就是整个人的电量耗没了之后 然后晚上回到宿舍里抱着他睡觉 然后给我充电 然后充满了之后 我第二天再充满 嗯 这觉得很可爱 哈哈哈哈 希望我对观众可能能说一句话吧 欢迎光临香蕉娱乐4S极箭店 挑一个你喜欢的车带走吧 哈哈哈哈